通过积职的行动 就是我们的沟通 刚才说的沟通 发时间精力来去建立你们的关系 买花 多讲一些鼓励的话 多花一点的时间 为他做一点的事 这些都是发时间精力来去建立那些关系 把你们中间的问题暂时放在一旁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的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够今天来解决的 可能要等 这个如果你们要的时候 我可以发给你们 这个是有一个文字的 我可以发给你们的 因为没有时间来去多讲这两个 这个是有一个文字的 很多的内容最重要 最后一个就是行动 为了你当年所立的约 为了主的名字 你决定要改变什么呢 你今天这样发了礼拜六的时间 下午的时间在接你 你愿意为了主的名字 为了你当年所立的约 你愿意改变什么呢 你愿意改变什么呢 你手上有一张纸 麻烦你们每个人都写一写 你愿意改变一个行动 是什么来的 因为你坐在哪里 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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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回家又是同样子的 该埋怨就是埋怨 不高兴就不高兴 骂人就是不逐渐骂人 来去改变一下行动来去 哪怕只有一样的东西 要改变的 是什么来的呢 你们好好的来去写 不要逐渐的来去回家 不要逐渐 一个行动 没有笔 如果你写了以后呢 你愿意给你的家的 better heart 谁要指 有没有要指 那你来去 有没有笔 谁要笔 我拿指 要笔 我拿指 有没有人用笔 要笔 有没有人用笔 谁要笔 要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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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来改变 因为对你想对方改变 没办法 就是要改变知识 那对方看见你的好行为 他被感动了 就可能他会改变 还是会逼他 还是等上帝来去 他去他来去改变 你写他先贴他背上的 谁要比较纸 有没有要 你要写一下 好 那你们写的时候 有没有有人有问题 他人要纸了 有没有 有没有人有问题 有问题 有问题 就是等着他们 等着来学 你们去考虑 没问题的 我做辅导 他是很喜欢等的 我有问题吗 刚才说到帐篷 每一个都需要改变 每一个都需要改变 谁先呢 心从知识开始 因为我们不能够要求人家来做 是吗 师母,我问一个问题,我明知道妻子希望我改变某些方面,但是我就是对那个东西,比如说她让我做饭啊什么,我就是不喜欢做饭,我可以很简单,再简单的东西我能吃下去,但是她要我做出来的东西,要她能吃下去,我这次真的做不到。 但是我就是没有兴趣,我从小就是在,比如说都是吃食堂,吃那个公共食堂里,她再糟糕,再脏,再什么东西,只要我能填饱肚子我就满足了,然后我从来也是单身的,我一个人也没有自己去,在家里的时间很少, 就是说从来不会想到,花那么多时间,去做一些饭出来,然后十几分钟吃完了,然后又洗一大堆的碗什么,那个。 洗碗机啊。 大废弃键是吗? 哈哈哈,就一个是没兴趣,嗯,一个没兴趣。 然后另外一个,也不愿意花那个时间去做那个事情,然后我知道,我知道太太希望在我来改变那个,但是我觉得自己很难在这上面去改。 嗯嗯,你觉得很难去。 在改,嗯,你如果,如果说一开始是说要回来这个家来去牺牲的时候是代表了什么呢? 就是要改自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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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我說你要共通,那你代表呢,你可以做什么呢? 求得他的谅解 但是 但是他也不会谅解的 没有 都这么多年了嘛 都知道的 首先要问 究竟 究竟 有没有机会 刚才你讲那些话 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机会跟他讲过呢 讲过 讲过了 是这样的态度来去讲呢 还是 蛮多感情 蛮多的负面的感情 加进去来去讲的呢 还是怎么样的呢 哎呦 有些东西都不用 都知道了 我也给他解释过 我也不知道当时是用什么态度讲的 但是 已经知道了 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关门 那个一样 就我 可能那个女的她也想改 但是过几天又忘掉了 或者 就是这样 出一个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就 自不拆干了 哈哈 哈哈 没有管 没有管 所以 别的问题 这么厉害 是的 你的问题是说 就是说 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办 就是说 你自己 就明显 自己不在 比如说 我不在一个很 我在农村 她在那个城里长大的 我小的时候 能吃饱肚子 我就觉得很满足了 我对生活要求不高 所以说 所以说 就是说 这上面 还有一个就是说 在家里也没有经常能够 有那么好 那么多机会看到 比较好的那些炒菜的方式啊 或什么这些 也没有 没有那样的机会 然后 从小没有这样的机会 长大了以后 你就 就相当于 就是看 自己做 也就是永远都做的那些 就喜欢 做事情 我就需要 解决问题就行了 不需要那么 要求那么 那个做 做这个吃的嘛 吃嘛 就到肚子什么都一样了 哈哈 就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花那么多时间 那 那 怎么样 刚才 其实一开始 我问你 如果站在 自我牺牲那里呢 你就是 已经有一个答案了 就是我自己来去干 是吗 然后呢 我刚才 跟着第二个问题 问你 当你见得跟他 沟通的时候 是 有没有见得沟通 然后呢 有没有按 看这边有没有把我的情绪 来去控制了 来去 好的 跟他谈一下 你怎么样讲到的 怎么样在这个背景 来去讲到的 我现在已经努力了 做这个的 也说 好 我为了这个家 我会愿意去改变 但是也为了这个家 也请你给我机会 来去慢慢去改变 如果我忘记了 也请你原谅我 来去 安安静静地提醒我一下 可以吗 也可以说 既然你煮得那么好吃 就是 我也很想 谢谢上帝 给我一个这样的太太 在城市里面 长大一个太太 能够煮今天的 好吃的饭 给我吃 也谢谢你 我也独立地来去学学 你做这样的饭 谢谢 谢谢 师母 我讲的沟通 我们常常以为 跟人沟通 讲过一篇 他就记得的 只是很错误的 我们沟通是不断地来去讲 不断地来去让对方明白你 因为我们很多事要照顾 所以我们会忘记的 所以我们讲一遍 很多什么事 我们也记得 我刚才说 我记得不好的习惯 到现在呢 我记得要提醒知识 但是总是会忘记的 所以如果 如果师父牧师 看见那个水杯 用一遍的什么 他是算了 我就倒掉他了 他都忘记了 那就没事了 我也想着我的错误 他也提亮我 我一个坏习惯 不容易感 我想你太太多多少少 都会接纳你 这样的 可能是背后 可能是 他希望你 他煮好饭 你是说 谢谢 你煮得真好吃 是 师父 我想说 吃了一个大福 这个人都喜欢做吧 你也想起了 这两个可以搭配 嗯 也可以搭配 是 其实也是蛮好的 一个这样的 一个这样的 吃一遍 吃一遍 那如果太太呢 如果我是 站在太太的位置上 我说 真的谢谢主 给我一个 不 不 骗 骗死的人 而不 健的硬 而健的 怎么都能吃 怎么都愿意吃 怎么样都可以吃 你自己有健的 在这样做 真的有事 是什么 幽默一点的 但是你是说 哎呀 太太 真对不起啊 我煮饭 就是煮得不好吃 哎 谢谢主 你煮得很好吃 哎 真的是 我 我谢谢你啊 这样的 也可以 可以这样的 照着太太就 可能就会 比较好一点 感觉不好 好一点 今天有个问题 善待同堂的问题 离开父母的问题 离开父母的问题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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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这个文字来去 它呢 有一点问题 我不晓得 背后 主要还是什么问题 我猜吧 如果这个人 这个技术文章是姐妹姐的 我如果我 我 问 答了你的 不对题的时候 请你 请你技术的问 我想呢 就是 离开父母这个问题呢 主要还是说 我愿意承担 我这个人 要决定 要娶这个可爱的太太 下给这个满灰峰的丈夫 当年是这样的决定 我就 我就一直的来守着 这个就是我当年做的最好的决定 爸爸妈妈怎么样看 我没办法控制 她怎么样想 是吧 我也不能够改变 爸爸妈妈怎么样的看 我的这个可爱的太太 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只能说 能都跟爸爸妈妈沟通 你看看 这个太太 她说 你一定要煮饭 煮的好吃 还有呢 有一个事呢 我觉得是 体谅